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这大小金川之战 今天该聊谁了? 昨儿咱不是说了吗? 哎,自打这个上下战队 以及到这个依次金川之战啊 这清军呢,就没怎么露脸过 那么论及这清军在西南前线 为什么总打败仗呢? 首先说呀,这大清国的中央朝廷 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呀,就有问题 虽然啊,这西南的藩蛮 生性彪悍呢,他好勇斗狠 并且呢,这藩性反复 时而啊,他投靠清廷 时而呢,又转向这个西藏啊 某些分裂政权的大喇叭们 哎,有的时候这一拍脑门子 这酒也喝憨了啊 还就啊,魂不愣了 你什么这个中央政府的大皇帝 西藏的大伙佛呀 跟我这儿啊,全屁泥 我呢,就是在这个中央政府 入葬的大道上 什么叫咽喉啊? 哎,爷这叫咽喉 你不管是出葬啊,还是入葬 最好啊,都得给爷交点买路钱 我干脆,我养兵自重了 所以说呀,这中央政府 哎,就是乾隆皇帝呀 他想出来唯一的主意 就是遏制这个地区 哎,就是用兵啊,倾脚 打扶了算 才有了这乾隆初年 这乾隆皇帝下定恒心 一定要打赢的上下战队之战 和这个大小金川之战 可是打起来呀 哎,麻烦就来了 这一下子就让这朝廷领略到了 什么叫做气候恶劣 什么叫做山高路险 哪又叫做民风彪悍 导致这清军呢 在这川西腹地呀 寸步难行 再一来呢,纯属于是用人不当 哎,就拿这个上下战队之战来说吧 川山总督庆复 后来大小金川之翼的张广四 还有啊,这朝廷亲命的钦差大臣 乐钦 可能啊,这些人在其他领域啊 都是能臣干臣 可是放在了川西这个地方啊 各顶各的窝囊 各顶各的不灵 哎,这就属于啊 这朝廷的用人不大 那么政策不行 用人也不行 那就导致了 这朝廷在川西用兵啊 是屡战屡败 那么在依次金川之战的这个前半队的大清国 就没有点拿得出首的战役吗 哎,当然有 因为啊,就在乾隆十三年的三月份 有这么一个人 他来到了前线 谁呀 就是曾经的亲命宁远大将军 哎,不是连庚瑶啊 是岳中旗 这岳中旗也因为获罪赴贤在家 他们家挨哪啊 哎,就离这儿不远 就在成都 这金川战士啊 久功不克 所以说在朝廷里啊 哎,这乾隆皇帝就想起这位岳中旗 岳老军门来了 可是啊 这会儿岳中旗啊 已经六十二岁了 这乾隆皇帝啊 想启用岳中旗 他又不敢用 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啊 这老头还行不行 于是啊 他就让前线啊 他的探子 哎,就是那个户部尚书班帝 哎,这班帝啊 是乾隆皇帝啊 派到军前的军事观察员 其实啊 就是派这么一个 不管军事的这么一个大臣 又是自己信任的 偷偷的收集一下情报 打谈一点小道消息啥的 他让那个班帝啊 去打听打听 这岳中旗啊 还能不能打仗 还能不能为国尽忠 最主要的 哎,他负罪在家呀 他愿不愿朝廷啊 还能不能全心尽力的 给朝廷办事啊 这班帝回复朝廷说呀 哎,这个皇上不用打听 这事啊 我就赶保 我来保举岳中旗 岳军们 这班帝啊 哎,在回复皇帝的奏折当中啊 是这样写的 他说呀 现在军营提政各园 军妃齐选 在四思维 唯有岳中旗 素贤军旅 父子视为四川提督 久扮土藩之事 向为藩重信服 即律旗降变 亦为依旧部 若扮蜀藩 实属是驾亲旧熟 这乾隆皇帝一看呢 有人薄举岳中旗 并且呢 起伏岳中旗又合乎自己的心思 于是啊 就一道圣旨刷到了四川成都 哪儿啊 这个地方啊 在成都的郊外叫百花坛啊 杰卢村居 这个是这岳中旗在此隐居之后啊 给这儿起的名字 自从啊 这个岳中旗被这乾隆皇帝啊 从天牢里放了出来 命旗啊 回家闭门思雇 这岳中旗就隐居于此 从此啊 闭门思过 不宜减实 活得那是相当低调 不过这四川一省的军营当中啊 那人家岳家的门徒 固力也实在是太多了 您想啊 这岳中旗父子两辈子 经营四川绿营 如今这四川军营当中 终极以上的军官啊 几乎都是人家岳家人历练出来的 虽然这亭济战报啊 发不到他这个小小的百花坛 节庐村居 但是前线的情况 这岳中旗啊 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要是从心里话说呀 这岳中旗认为 这场仗是完全没必要打 这岳中旗他心里明白 之所以这场仗打到这个程度啊 那是因为这个土藩兵啊 和朝廷两方之前缺乏信任 那为什么缺乏信任呢 就是没有沟通呗 缺乏这么一个沟通之人 自己啊 完全可以担当辞任 如果早些时候 朝廷把这个重任交给自己 还别说这大小金川了 就连战队之战呢 也不用打 只可惜呢 这朝廷啊 他有朝廷的心思 这皇上呢 有皇上的考量 所以说呀 这大小金川战事啊 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皇上既然一刀圣旨 刷下来 让自己赴前线上任 那去是不去呀 去 必须去 在这岳中旗老军们的心里啊 哎 这中军报国呀 是第一位的 这乾隆皇帝呀 先是给了这个岳中旗 岳军们一个总兵的职务 后来想了想啊 这总兵啊 小了 哎 于是呢 又改派这个岳中旗呀 为四川提督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四川一省 无论是这土兵 还是绿营兵 还是八旗兵 都归这个岳中旗 岳军们调遣了 转眼啊 就到了这个三月底 四月初 那岳军们呢 就要辞别家人奔赴战场 那家人就说了 老爷子 您这次到军前呀 咱们多带几个人吧 好 照顾您的起居呀 哎 您可不年轻了 老头说 我带那么些人干嘛呀 哎 这个军中自由小校 照顾我的起居 我就带着我那 十三个亲随就行了 这书中暗表啊 这十三个亲随呀 那一直就跟着岳军们 是这岳军们身边的 十三太宝 都是自小啊 在这岳军们身边呢 哎 长起来的 从死人堆里呀 跟着岳军们一块滚过 那对着岳中旗的忠心呢 那都只知道有将军呢 不知道有自己 那心里都抱着呀 那将军一容 我们则容 将军若损呢 我们一损 所以说呢 这岳中旗是宁苑大将军的时候 他们就是啊 这营中的偏将 都官 跟着一起啊 在这营里呀 效力 如今呢 这岳军们赴贤在家呀 他们也一起回到了 这百花坛的杰鲁村居 也是耕种橱袍啊 跟着的大人的身边 所以说这岳军们离不开他们呀 他们也离不开这岳军们 这营十四个跟着个岳军们一起啊 就来到了前线 在这个小金川 清军的大本营 美诺军营就见到了 这前线的总指挥官张广四 这两个人很尴尬呀 因为这张广四啊 曾经落井下十国岳中旗 那会儿啊 这张广四还是亲命宁远大将军岳中旗手下的一员副将 雍正年的时候啊 这大学士鄂尔泰弹劾岳中旗 这岳中旗啊 回京异醉 人还没到北京呢 哎 这个后边啊 他的副将张广四 告发岳中旗的黑材料啊 就已经到了北京城 为什么呀 很简单 鄂尔泰要拿下岳中旗啊 就是为了在西北军中 能有自己说话的位置 扶持他自己的嫡系 那谁是他的嫡系呀 这张广四啊 早年就追随鄂尔泰 一同啊 在苗疆改土归流 他们自称啊 是师生关系 这会儿呢 在西北军中啊 这张广四又是岳中旗的副将 所以谁要扶持谁 您听明白了吧 才有这张广四 给这个鄂尔泰呀 搜集黑材料 好要整倒岳中旗 那么这么一来呀 那这岳中旗和这张广四 那就是世仇了 所以说呢 这两个人一见面呀 很尴尬 这岳中旗 也曾经是张广四的领导 现在呢 哎 调过个儿来了 张广四成了这个岳中旗的上司 岳中旗自然不愿意呀 在这美诺军营当中 和张广四每天呀 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这张广四呢 也乐得把这岳中旗呀 望远了之 越远越好 你呀 怎么就不如在这百花坛呢 养老 老死就得了 来这个军钱呢 给我添什么乱的你 于是这张广四啊 就把这岳中旗派到了党霸军营当中 让岳中旗呀 是镇守党霸 其实啊 这张广四啊 在岳中旗没来军营之前 他刚听到这个消息呀 就给乾隆皇帝写过一封信 他在这奏折当中啊 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这岳中旗 这张广四啊 把自己的小聪明啊 全用在这几句话上了 他先说呀 这岳中旗 虽然是将门子弟 但是浮夸之气慎重 又喜欢这个独断独行 不听别人的意见 所以说呀 让他做大将军呢 他不配 他呀 总统不了全局 他可就忘了呀 想当年呀 他就是这亲命 宁远大将军岳中旗 手下的一员副将 哎 要说呀 这人要是恨起人了呀 那就是恨人不死 可是他也知道 自己再怎么说这种话呀 也没有用 因为这皇上 只已经下了 这岳中旗 都在路上了 于是啊 他又跟皇上说 这岳中旗 毕竟在军队里边啊 混了这么些年 如果呀 不做大将军 做一名五元提阵呢 我看那是最好 那么为什么是最好呢 书中代言呢 因为呀 他做了这个五官提阵啊 不管是什么官 都是在他军营之下 受他管理 最后啊 他还不忘了一语双关的 抛出了一句非常恶毒的话 他说呀 早就听闻着大金川 吐斯沙罗班 非常信服 月中旗 就听他的 他们呀 是一墨子 所以说 您派他来呀 是件好事 也算是人地相宜吧 这话是好话吗 哎 这话是杀人的话呀 他是从侧面啊 在提醒着乾隆皇帝 您要是派着月中旗来呀 那保不好 他就是军中的奸细 哎呀 读了这篇奏章之后啊 我倒是有个感慨 这人心 何以到如此险恶之地步 最后啊 他也跟这个皇上表明了态度 把这月中旗到底派到哪去呢 他说呀 遵旨 将一调赴军营 令乾王党坝军营统领 监管绰斯甲一路 他跟这个乾隆皇帝说呀 这个党坝这个地方啊 比较紧要 我把这月中旗呀 就派那去了 并且呀 这绰斯甲吐司 手下呀 还有几千土兵啊 也归他调遣 这张广四以为呀 自己这封奏折呀 那是天衣无缝 哎 在这乾隆心中啊 给这个月中旗呀 就挖了一道坑啊 埋下来一根草 可他不知道啊 他写奏折的同时啊 这乾隆皇帝的小密探班地 也把这奏折早早班班的 就发到了京师 他在这奏折当中啊 对月中旗是大家赞赏 他说呀 月中旗于四月二师到营 寻以金钟应办事宜 聚运种种仇意 颇具恳庆 于四月二十三日 潜伏党霸总统 给这个军队了 做了一些部署 在我看呢 全是内部条上的工作 什么叫内部条上的工作 就是关键的事 肯清 就是啊 骨与肉连接的地方 在这儿啊 就是比喻要害关键的意思 换句话说呀 就挺明白了 说这个月中旗的部署啊 比起张广四来呀 一句顶一万句 得嘞 这月中旗 月军们在前线的战果呀 咱们一集说不完 咱们明天接着聊 拜拜 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